下面这几个我们来学习一下电机和减速机的显示 我们首先看一下普通电机 普通电机它都是带俗称叫减速马达 这里我在这里第一个就是普通电机 也是俗称叫减速马达 在显示的时候里面也有很多 这种电机的功率的级别有很多种 一般来说我们常见的什么60瓦90瓦 然后120瓦 这是小功率的电机 都是小功率的 然后180瓦 晚上还有更多的 然后750瓦 也就是1P的2P的3P的 我们所说的P呢 就是说是750瓦作为一个一个单元 好 1P就是750瓦 2P就是1.5千瓦 大家记得这个 这是普通电机 然后步进电机 第一个我们所说的普通电机 然后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呢 我们常见的有57个步进电机 还有80步进电机 当然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我们都可以找对应的供应商 好 四伏电机 我们说说5780 然后就是他的一个 就是外空尺寸 四伏电机 四伏电机的功率 基本上也是我们跟上面的有点相似 但是呢 好像他的台阶是标准型一般 比如说我们100瓦 他台阶不一样 200瓦 然后呢 7个50瓦 400瓦 400的750瓦 然后就1.1000瓦 然后就1.5000瓦 这样子往上 那么这三种电机 我们先从1来说明一下 这个我也不打字 我只是跟他说 因为这个东西 说了你 你应该听你很清楚了 在这三个电机当中 普通电机的成本是最低的 然后呢 在其次是步进电机 四伏电机呢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 比较高 就是成本价格这一块 然后在使用的场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支持 使用场合 一般情况下 我们普通电机啊 通常会用在什么方面呢 会用在 输送类 输送类 比如说像倍速生产线 或者传送带 这个方面用的非常的多 他往往也是配合减速 减速机的 啊 调速的 这种方向 这种炉门 不进电机呢 一般情况下 他在一些加工类的 或者说 呃 配合一些四杆传动啊 这些也会用到啊 比如在前面课程 我们会 设计到一些 呃 比如说像标克机这一块 但是呢 他在新加工这一块 他的精度 不是很高 所以 布兴电机 基本上 他就是用在 班 呃 精度 比普通电机 更高一点 但是又仅次于四伏电机 这一个 方面 这一块 所以呢 布兴电机是 呃 成本呢 又低 但是呢 他没必要 要达到很高的场合的情况下 他可以采用布兴电机 比如说 我们做木工 啊 木工机械的 木工机械 还有一些啊 塑胶切割的机械 这些都可以用布兴电机 啊 如果你用 四伏电机 这不太就成本就高了 啊 而四伏电机 一般用在 精确定位的 啊 精确定位 特别是 电子行业 啊 电子行业的 啊 比如电子线路板 啊 要进行 切割冲 切割洗 这一块 钻孔 这一块 那么四伏电机 就用的比较多 这个场合 就是 就是一个 也不是一定的 但是只是一个 精锻 和 和个人的见识而已 啊 个人的见识而已 啊 四伏电机呢 它可以用于任意的场合 但是呢 因为它的成本高啊 普通电机 一般会用在 收送之类的 啊 输送之类的 当然它肯定也可以配一次杆 因为它 动力部分 它可以用很多 很多的配合方式 比如说 铜布带啊 啊 链条啊 这些 好 如果 比如说 如果我们是 大动力 比如说 你倍速生产线 你要一批 两批 三批的 这种 那么最好 就是采用 普通电机来做 是不是 因为没必要 导到那么高的精度 然后呢 它配合一些 减速 箱啊 减速 齿能箱 相对来说 它可以实现的 扭力 会更大 这个扭力呢 扭力啊 减速比啊 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你要看那个供应商 它提供的这个减速比的一个 一个 对照表 它有它 供应商 它有它自身的一个减速比 的一个表格 它是 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180瓦的 这个 瓦达 那你要配减速箱的话 不是你想配多少 就配多少 你要看它的那个 说明书 说明书上 它会介绍这个 齿能箱的减速比 是从多少到多少范围 比如说100到200范围的 啊 它会有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说你的减速箱是 啊 200 那么你输出的扭力 所以你减速比是200 你输出扭力 就是相当于 呃 180瓦 然后再乘以200 这样子的 啊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的计算 所以它 输出的扭力会 非常的大 啊 就是我们在 使用小马达 如何带动 啊 一个 就是超出 它本身的这一个 呃 工具的范围的情况下 我们会采用一个减速 减速机来进行补充 啊 减速机来进行补充 在前面课程 我们已经跟大家提过 如果减速比越大 那么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200和50 相比啊 200的减速比 它带动的东西会更 重一些啊 会更大一些 承重力会更大一些 转转的扭力会更大一些 但同时 当它减速比是 一比200的时候 那么它的转速 就会什么 就会降得很慢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 试想一下哈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个 有个两米长的输送线 啊 两米长的输送线 两米宽呢 是900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输送线 翻过来 翻90度垂直 啊 翻90度垂直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两米长的东西 啊 翻90度 一个输送线 翻90度 翻到这里来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减速比 应该显得多少合适 啊 你可以这样的算 如果说这个普通电机 它的转速啊 如果它的转速是2000转吧 一分钟2000转 一分钟2000转 好 现在呢 我们想要让它这样的翻过来 那你想一分钟 它 能够走多少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要转到这里 啊 你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就这么简单 你从这里到这里 你自己想两两米 翻过来 一个输送线 你不可能就想 哎 两秒钟翻过来 两秒钟翻过来 你这个输送线 可能吗 就这么重的东西 翻过来 会让人感觉什么 很危险 而且很不靠谱 而且对这个机架来说 冲击非常的大 所以你考虑到这个重量 和它本身的长度 这个物体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尺寸 所以我们在做机器 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要考虑这个实际的东西 你自己想象一下两米的东西 你要翻过来 你要花多长时间 你想花多长时间 比如说我们想象它 花 大概是30秒 30秒 翻过来 30秒 也就是半分钟 是不是 半分钟呢 也就是 变成了 半分钟 也就是30秒 转90度 30秒 转90度 我们一算 我们来 算一下 一分钟 是2000 转 啊 可能是2000 那一转是多少 不 一分钟是2000转 你现在呢 想要 想要30秒 转 90度 30秒 转90度 也就是 90度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啊 四分之一 也就是 四分之一 我们可以 可以这样想一下 好 如果你一分钟 赚2000转 实际上 它不可能 一分钟赚2000转 这个减速马达的 它如果 正常运行的 比如说 一分钟赚1000转 它如果 赚1000转 那么 这个减速马达 一分钟赚1000转 假设 打个比方 它有个标准参数 你可以调数的 这个不管 一分钟赚1000转 你现在呢 像30秒 赚90度 那你就 一分钟呢 就赚180度 是不是 一分钟赚180度 那两分钟呢 就赚360度 所以 所以也就是说 你接下来呢 你一穿 一穿就赚多少 一穿就赚四 四个 对不对 就是就是说四的 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1000 除除以多少 除以 它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250 也就是你这个减速比 就一比250 一比250 这样子的 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在算这个减速比的时候 是可以从时间上来推出这个减速比 而不是 基本上不是我们 这个减速比不一定要死定的 就是这个250 你可以定多少 比如说220啊 或者你自己写230 还这样子的都可以 好 这个相差不大 你写这个减速比啊 这个供应商会跟你配的 但是 但是 但是如果你是四幅电影机的话 你不是减速马达 你配这个减速机 基本上我们配的是这种啊 叫行星指论减速机 好 这种减速机就非常的贵一些 好 非常贵 而且它减速比 都是 都是 基本上 都是 公司上 他已经给一个表 基本上 他会有几种段的减 但是不是让你任意选 自己想要的哪个数量 不是这样子 他没有这个 而普通的减速马达 这么方便 这么方便 这是我们在 选择减速机的时候 要注意的 一般来说 我们 都是 都是这样的 来进行 选择 和运用的 但是想一下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减速啊 就是我如果一分钟 赚一千赚 普通的 我恶定的就是一千赚 就是这样 好 那么如果说我想要让他减 减速下来 好 现在呢 我 我一转 就是转一圈 我要多少呢 我要两分钟 转一圈 我要两分钟 来把它实现出来 是吧 转一圈 要两分钟 现在呢 我不要转一圈 我只要转多少呢 我只要转他的四分之一 好 转他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我只要转九十度 转九十度 本来是一千 转一转 所以要转四 也就是两八五 就可以了 一比两八五 就可以了 好了